今天幫大家解說一下X9D如何跟電腦連線的部分 那所謂的一般我們都開玩笑講所謂的掐奶開機就是 下面這兩個微條 這兩個微條 往裡面推然後開機 就會進入到這個模式狀態下 這時候就拿你的USB線插入 第一次的時候可能 它會自動抓Driver的部分 你稍微等一下 那抓到了之後 這邊有一個 看你原本的有空氣的版本是幾版 2.19那就2.1X相關版本都可以用2.19來下載 那這個下載如何把遙控器的模型下載下來 就要選第二個這一個 這個點它一下 這時候它就會開始下載 那稍微等一下讓它跑 這時候看到的就是你目前遙控器內的相關模型 相關模型的部分 那我們為什麼要它 比如說你先可以把它另存新檔存起來 你改天要升級2.2版的時候都用得到 或者是你想把它備份起來放到別的X9D遙控器也OK 那我現在來舉例說明 我們先從遙控器下載下來 千萬不要選到第一個 第一個是把資料丟回去遙控器的 你假如沒有任何資料給它的話 丟過去你的模型會整個都被洗掉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不要用 要用第二個 從遙控器下載下來 那我現在有一個舉例就是 我從我的其他備份資料 這兩台遙控器的資料是不一樣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模型拉過來 複製過來 它這樣就可以複製過來了 複製過來以後勒 好我們現在把我要的資料可以這樣copy過來之後勒 你也可以先存檔 或者是直接上傳到你的遙控器上面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關於有人假如是用2.2版 這一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就是你原本的資料是2.1點幾版 可以升級到直接模型拿到2.2是可以用 可是你2.2的模型是沒有辦法拿到2.1 插板 這個部分它只能往上升不能往下降 所以它如果你從用2.19的去讀2.2的模型的話 會有一些問題 有時候會讀不到 所以一般你如果只複製SD卡的部分 是沒有這些模型 模型需要用這邊去設定 那像我現在已經上傳了一個這個之後 我再把整個模型資料上傳到遙控器裡面 我就要選第一個 這時候就上傳 等它上傳完了 就可以點離開 好了這個OK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點離開 它已經傳到我們遙控器裡面了 這個部分就是大概不管你升降版本 或者是其他網路上有時候丟的資料 比如混控模式你不清楚 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資料讀進來之後再放到你的遙控器裡面 這樣子你就可以了解它大概如何去設定 那另外再講一點就是 有時候看到我在解說所謂的功能鍵 事實上軟體上面也是可以模擬 比如說我們以這個來講 我點它一下 那這邊有相關設定 遙控器可是你看你不了解如何使用 來 再點一次 請點 那這邊有遙控器的模擬畫面 好順便講如果今天你是剛入門 OpenTS的系統的人 X9D事實上沒有很難 你只要有一個基本概念 Menu壓久一點 這個部分是進入系統 整個遙控器的系統 比如說記憶卡的內容 一些功能鍵 交飛版本 相關設定 然後遙控器的效準 遙控器的效準 遙控器的效準 那如果你只壓Menu一下 這時候它會進入到所謂的 你的模型 模型之後你再按下一頁 就是針對這個模型 好 比如這台是F35 它的一些相關設定 那我看一下 一般會講到G17不用 來 高頻頭的部分 所謂的D8 D16 還有現在LR12 這個是它的內置高頻頭 那你如果用到外置高頻頭的部分 你可以把這個關掉 開外置 就是從後面的PPM輸出 那最下面這個呢 是交飛功能 交飛功能 改天有機會再說吧 大概是這樣 所以X9D OpenTS的部分 事實上 沒有那麼複雜 只不過很多人 覺得好像有點複雜性 設定細節蠻多的 主要你要分得清楚 Menu壓久一點 是系統的設定 那有時候我會抓圖 這個是第幾頁 這邊會有顯示 或者壓一下 模型的下一頁 好 這個總共有13頁 的相關設定 好 大概講解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